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息说包括两栋在荃湾的宫下 和一个在大窝口的私人楼 警方形容做法极不人道 最重要的是他们被放入箱前 不会告诉他们下个目的地在哪里 他们除了承受着一些危险之外 心理上也很差 都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去卖猪一样 警方说去年初情况更加差 团伙不再交租也不再安排食物 四个人用紧如的存款买食物充饥 直到星期三出街时被捕 我们去接他的时候 看到这四个人全部是头发披肩 完全没有理过法 身体相当消瘦 也整个人十分潮水和乐盈 因为其中一个犯人 是我们原本处理的犯人 但是我们的同事一眼都认不出 情况完全不像一个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 至于涉嫌游说他们弃保潜度的团伙 期间要求他们拍片众筹 用众筹为名 叫他们拍一些短片 说出自己现况是多惨 希望那些人继续筹款给他们的生活 当然大家都会想到的了 片就拍了了 但是最终的时候一元都没落到这一班人的手上 警方说团伙涉及十个人 其中大部分的人已经潜入到英国 其余的相信还在本港 警方根据情报 星期三抓了一个涉案的三十四岁 南货仓管理员 涉嫌协助窩床 转移及给食物 至于涉及众筹的金额就还在调查 见到他的遭遇和见到他的样子的话 我们感到很难过和很惊讶 为什么会在这个谎言之下 成王成恐地生活了近两年 浪费了一百百两年 这么年轻的美好的光阴 我希望如果真的有相同经历的人 又或者有些人正在跟你说这个谎话的时候 请你和我们警方联络 因为这些人正在吃人血饭头 不要让这些人继续在我们当中得请 警方说正在追查相关的团伙 是不是有其他余党在香港运作 追查众筹的款项去向 还有没有牵涉其他罪行 又说券款人有机会犯协助罪犯法例 最高可以被判监禁十年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导 本港新增三千六百七十四宗新冠病毒个案 连续第二天破三千宗 法教医院有病房出现小型爆发 一共十二人确诊 另外政府说 旅客如果在深圳湾 港珠澳大桥和机场口岸检测阳性 需要即时入住社区隔离设施 佛教医院舒缓治疗科病房 一个女病人星期三确诊 转送去到伊利沙白医院隔离治疗 经过追查之后 发现同房有六个病人和五个员工确诊 包括一个护士和一个职业治疗师 一个患有慢性疾病病人 染疫之后情况转差 然至凌晨不治 新增的3417宗本地确诊入面 再多四间安路院 一共六个院有确诊 其中沙头角护理院 17人需要检疫 再多292间学校 情报355宗阳性个案 其中四间有班被了停货一星期 沙田性工会主峰小学生B班 怀疑出现小型爆发 一共有六个学生确诊 钻石山增到学校四望班 亦有三个学生验疫 再多62宗BA点2.1 2.1个案 当中七成源头不明 BA点4和BA点5就新增32宗 当局说已经就着疫情升温做好准备 疫情的数字高 可能对医冠局那边的医疗服务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我们可能都会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准备 另外当局宣布 即日起所有旅客经深圳湾口岸 港珠澳大桥和机场 前往内地或澳门 如果检测程阳性 将会由专车送到社区隔离设施检疫 应该每一天都有一些 好像你在街上发现自己有阳性的个案 自己收到的情报 你都是需要自己确诊离开 即是联络交通工具离开 另外当五个患者死亡 由65至90岁 全部人有慢性疾病 其中两人没有打疫苗 母线市记者一流进入步道 为舒缓深圳湾口岸长时间等候情况 明天起经口岸过关的人 需要透过网上预约检测 系统凌晨起啟用 未来七日的预约仍然充足 现在经深圳湾口岸回内地 除了要先抽签 拿到深圳健康疫站预约码 也都要先去到社区检测中心 拿到阴性结果证明 再去到口岸做颜外免费快速核酸检测 在口岸除了等的时间长 如果有旅客快速核酸检测阳性 旅客聚集也都会增加传播风险 政府为了舒缓旅客在口岸长时间等候 星期五开始经深圳湾口岸离境 需要在网上预约做检测 有旅客认为措施应该更加早实施 但是有旅客担心 如果预约不了检测名额会影响行程 预约系统凌晨开始啟用 旅客需要输入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 和深圳健康疫站预约编号 预约未来7天的检测时段 系统要求在15分钟内输入 未来几天的口岸检测名额仍然充足 我们尝试过以过期的 深圳健康疫站预约编号预约 也成功登记 但是预约系统就提醒输入的资料 需要准确无误 过关当日也需要出示确认预约的短讯 或者网页截图 市民如果未能出示特别核酸检测预约 或者未能按预约的时间到口岸 就会有机会过不到关 深圳湾口岸特别检测服务 星期五开始也会提前半个小时 去到早上7点半开始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怡报导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安心出行会配合明年2月 电话卡实名登记而有实名功能 有消息说当局或者考虑将红黄码 透过疫苗通行证实试 政府将会推出红黄健康码 红码辨别确诊者 黄码就是入境之后的检疫人士 至于安心出行实名制会不会落实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安心出行将会配合明年2月 电话卡实名登记而有实名的功能 由于安心出行是与电话信卡绑在一起 所以自然而然安心出行就会有实名制的功能 但是我再想强调在2月份之前 我们没有专门计划要去强化它的实名功能 实名登记功能更不会去增加自动追踪功能 不过现时安心出行不需要插入电话卡 也不用上网都可以使用 但是疫苗通行证要以其他方式展示 有资讯科技业界说 日后若果以手机号码绑对安心出行 要重新登记 你用电话卡绑上去 然后它发个密码给你 你打个密码或者再加个password 整个流程就将电话卡绑在安心出行上面 就避免了个较复的工序 就是要去影身份证或者影样那些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之前在本台节目 首次提到安心出行实名制 规管高风险人士 相近一日在疫情记者会 以及行政长官李家昭 再重新健康码的用途 但是没有再提到实名制如何落实 所有政策落实之前 是要经过酝酿和讨论的 作为他是一位问责局长 要在抗疫路上选择一个方向 他是承担 如果他什么都不说 大家会觉得这个局长是否真是最佳人选 消息指当局初步救私 基于现时疫苗通行证已经是实名制 只需要优化系统就可以引入红马和黄马 母线线机者留存用报道 与社镇回报道 新一季外地计划 提出三幅住宅用地 一共提供约2600个单位 斯里兰卡流亡总统拉加帕克萨 据告证是飞去新加坡再转往沙特阿拉伯 政府新一季将招标出售新界三幅住宅地 连同其他供应来源预计可以提供3000多个单位 新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首次公布卖地计划 7至9月会推出三幅住宅地全部都是新界区 包括沙田险和里提供大约170个单位 葵冲丽江街提供410个单位 以及早前流标的屯门青山公路数管区段 提供2020个单位 当局罢再推出没有更改条款 这幅土地其实始终有它优胜的地方 我自己个人觉得它都是一个主要干渡的附近 而且在很多的私楼群里面 而且它也是相对大的 卖地之中它也有三公顷多 其实对于比发展商的设计都有一定的弹性 所以我也是审慎乐观的 地政总署的专业同事在股价方面 一定会用最贴市的方法去作出他们的股算 事件局土瓜环荣光街崇安街项目也会招标 预料提供560个单位 至于私人重建涉及三个保地价项目提供50个单位 当局预料贵内总供应有大约3210个单位 政府说上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实际供应量 调整至18930个单位 超出原定目标近五成 被问到土地共享计划接受申请两年多 仍然未有申请获批 当局说至今收到五个申请 涉及大约25000个公司仍房屋单位 期望今年内可以提上行政会议 我们也希望确保这些申请 举个例子如果它涉及一些政府土地的话 我们就要看看这些政府土地 是否用得其所 是否需要 以及它的楼房布局是否合理 它的交通配套要政府借着地价扣 那个投放的资源是否合理 这些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 我们希望宁愿前面可能用多了时间 后面的争拗就少一点了 至于商业用地 今季会推出官塘安达神道一幅用地 预料可以作为零售和餐饮用途 无线电视记者 力尤昆布导 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离星游轮 商与星号抵达印度准备拆射 逮显本港游轮业务暗淡前景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当局应该研究放宽公海游 推动游轮业重新继航 拥有经典红蓝间的烟通 是很多香港人都不会陌生的商与星号 外媒报道 游轮已经到了印度西部古加拉特邦 一个被誉为世界最大的轮船坟墙准备拆射 这一手可以再过千人 九十年代开始在旅客出海的大型游轮 驶到旅程终点 几年前那时就想着去几天 上去玩 没什么可不可惜的 疫情之下个人都不敢去住 可惜的是会可惜的 少了一个去玩的地方 但是都没办法的 商与星号属于立星游轮旗下 母公司云顶星梦游轮连初宣布清盘 亦都随之变卖 这一间的游轮公司 皇家加拉比游轮 早前亦都已经将业务转到新加坡 根据上加政府的复常路线图 游轮公海游5月开始可以有条件复办 包括要求旅客接种三针新冠疫苗 每日做快测 和采取熔断机制 但至到现在还没有船公司举办 皇家加拉比游轮说 一直与政府相关的部门研究 简化游轮公海游的防疫政策 期待特区政府尽快修订相关政策 直至82亿的启德游轮码头 在2013年启用 第五波疫情期间 一度用作社区隔离设施接收长者 疫情以来旅入业冰峰 码头就无用武之地 有立法会认为 溶断机制令到游轮公司却步 促请当局尽快调整 和航空业体制 就算现在政府立即去修订 游轮公司要安排他真的回来香港 他认为游轮公司重返香港之后 可以先举办同内地城市的闭环航线 随后陆续扩展至其他亚洲城市 的航空业 他认为游轮公司重返香港之后 可以先举办同内地城市的闭环航线 随后陆续扩展至其他亚洲城市 母亲电视记者仁家轻报道 外面新增29宗确诊个案多1人死亡 金融疫情类的1644宗5人死亡 外面至今有超过20个封控区 和近70个管控区 驻外面记者黄维之了解过居民的生活 围于快纸机的社会房屋 当中快富楼分配给长者居住 400多户月初起封控 居民期间需接受两次核酸检测 和每日发出测试 预计下个星期解封 大小姐的95岁妈妈是住户之一 每户获派物资 送了一些抗疫物资 食物 水果 蔬菜 很丰富 还有 刚刚送到有猪肉 蔬菜 我觉得政府对那次防疫安排得很好 老人家又不用出门 他们又派人上来做传物核酸 接着派食物 两天派一次 大厦第一时间做了消毒 登记 梁先生一家四口住在另一个封控区月秀花园 上个星期五被封 政府有派发食物等物资 但他希望当局公布更多信息 因为已经取消了确诊者的行程 听大厦群组的人说 好像是因为大厦的清洁工有感染 然后清洁工就是每一栋楼去清洁 所以我们这个大厦清洁封控 这方面的资讯 这方面的资讯 纯粹是我们街坊之间的交流 也都好像没有政府方面的资讯给到我们 所以我们有时都会有点紧张 他又说这段时期 非常感谢前线人员的支援 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结束 经济活动能回复正常 无线电视专澳门记者黄慧之报导 有时能静下中国新闻会报导 内地持续高温 多处录得超过40度 还有多人因为热射病死亡 内地有社交媒体 整治用霞音或者错别字等方式 传播违规讯息 待会看看内地网民有什么看法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近一个月持续高温 多处气温都超过摄氏40度 超过9亿人受高温影响 多地再有人因为热射病身亡 夏日热热热 内地今年有多热呢 重庆近日最高气温升至摄氏40度以上 这个地盘的工作井气温更加高达50度 故宫文物南千纪念馆 因为抵受不住年日高温 屋顶的瓦片大面蒸磨落 需要闭馆维修 江西有货车司机开车期间中主 导致货车失控在高速公路翻车 上海随家会站 连续两日录得超过40度高温 有花圃工人中暑送院 结果证实是热射病 浙江、重庆、四川等地 近日也有不少人因为热射病入院 并已经出现死亡病例 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 是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 可以引发神经器官受损死亡率高 国家气候中心说 内地高温已经持续30日 超过9亿人受到影响 由上个月到现在 平均高温日数5.3日 较往年同期多2.4日 也是近60年来同期最多 全国有71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都打破纪录 其中河北零售录得44.2度 半港天文台说 近日内地高温持终主要是受高空反气船影响 内地气象部门也提醒 要防范高温热浪对市民生产生活 和电力供应的不利影响 内地新增292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甘肃占100宗主要出现在兰州 当地所有小区已经实行封闭管理 每户每日只可以凭证出去购买物资一次 上海有47宗都在隔离管控期间发现 而广东有43宗近七成在珠海市出现 当地委建委说 所有新增病例都正在接受隔离观察 属于同一条传播链的密切接触者 当局又否认网上有关珠海封城的说法 并以散播疫情虚假信息为理由 对三名市民处以罚款和行政拘留 另外珠海向州区宣布加强社会免管控 下午5点开始全面暂停堂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 要着力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推动经济尽快回归正轨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加助谈会 表示国内经济第二季度受超越其因素严重冲击 之后当局实施一系列寻经济措施 六月指数企稳回升 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稳 之后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并坚持发展系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在运增长的同时要防通胀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 着力找市场主体、找就业 继续扩大开放、找外资、找外谋 我们有社交媒体宣布 将会整治网民利用错别字 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等的违规行为 内地民众有什么看法呢? 由着北京记者賴启生了解过 英文money的下音至晚内 代表被删文的被夹等等 内地独有的网络用语 未来或者不可以再在网络上使用 内地社交媒体微博宣布 为了营造清浪的网络环境 维护文明健康的社区生态秩序 将会加强排查用下音字 辨体字等错别字的违规法文 又会改进平台用语管理机制 完善关键知识别模型 不少网民都提出质疑 认为是矫枉过正 北京市民又怎么看呢? 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啊 他可能用一些这个谐音字 来表示一些 可能不是那么符合这个 工序良俗的一些词汇吧 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 因为这个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究竟他的这个掌握的松紧的程度 这个实际上还是很考验这个网站的管理者的 我觉得挺好的 少了误导小朋友 写一次他就把原来他本来的意思 就已经扭曲了 微博方面又说会通过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加强站内宣传等方式 引渡用户规范使用汉字 至于短片分享平台 《不理不理》也发布类似的通告 说将会按专项整治要求 推进与言文字规范化 呼吁用户抵制不规范汉字的表达行为 无线电视着北京记者来启申报道 晨周14号三名航天员近日在中国太空站 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 三名航天员、陈东、刘洋和蔡玉哲 分别完成了载轨交回对接操作训练 主要熟悉手控对接、遥距操作对接等等 航天员也进行了机械被专项训练和演练等等 他们在完成安装操作台之后 会持续进行训练 另外他们在太空站也要接受太空科学实验 应急救生、太空站维修等训练 当局近日宣布 漫天实验舱将会在今个月发射升空 到时航天员将会进入舱内 启动生命维持系统 并首次在实验舱内进行太空就活 恒山指数收报20751点、跌46点 总成交超过1128亿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72点 巴黎克指数跌73点 德国Dex指数跌164点 再有一些一会儿回来会活 海洋公园大熊猫安安食育不振 两星期未有在展馆出现 有市民专程去探望 海洋公园大熊猫安安食育不振 两星期未有在展馆出现 有市民专程去探望 在四川奇珍馆少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未见到大熊猫安安的身影 只能透过闭路电视 看到他在后勤设施的情况 安安在休息中 偶尔会抬腿伸展 旁边摆放了足 但未见他进食 而另一边的大熊猫 盈盈落落就好动得多 有市民每个星期都会来探望 大熊猫三次 说很担忧安安的情况 他以前真的很活躍 他出来说是这样吃 他很乖 现在每次来到 都在闭路电视看到他 就是会有不开心的感觉 我也有跟他说安安加油 还有给他个心 还有给他个熊猫的样子 希望他可以从他出来见大家 不要再困住自己的房间 因为真的很想见他 不少市民也有说话 要跟安安说 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 觉得他成长了 我就成长了 年纪大也是害怕的 但希望他没事 希望他身体健康 希望他继续坚持 岸岸今年35岁 相等于人类的105岁 是全球在人类照顾之下 最长寿的熊猩大熊猫 原方说他近日食欲不振 没有精神和游客见面 呼吁市民为他集气 亦有市民说 期望内地将来能够再赠送一对 去年有个熊猫给香港 岸岸1999年3月 和他的好拍档佳佳 一起搭专机由四川来到香港 迷中央庆贺香港回归两周年的礼物 佳佳在2016年去世 当时38岁 母线电视记者梁卓音报道 俄乌充特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引犯能源危机 匈牙利政府宣布 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将禁止燃料出口 而欧盟正是准备对俄第七轮制裁 大约国家表明 反对制裁措施包括俄罗斯天热气 为了应对俄乌战事 以及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下 导致能源价格急升 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十宣布 匈牙利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下个月开始将国内天然气产量 由15亿立方米提升到20亿 以及争取额外天然气供应 禁止燃油和木材出口 和延长核电厂营运期限等等 古亚十指出 欧洲可能在秋冬两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 当局必须保护当地家庭 确保能源供应 而在德国就有官员说 因应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减少 当地能源价格可能增加到原先价格的三倍 当地有企业呼吁政府设立能源价格上限 以免引发社会动荡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面对能源危机之际 欧盟正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七轮制裁 这个月起接任欧盟临任主席国的紫黑 总理菲亚拉预料新一轮制裁 将会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和扩大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的均民两用货品清单 不过菲亚拉认为制裁措施不应包括减少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因为很多欧盟成员国都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而指黑人民在今个冬季也将无法减少依赖俄罗斯能源 菲亚拉又提到 就算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一号管道 完成例行维修也未必如期恢复供应 提醒欧洲国家要为此做好准备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山报导 日本法院裁定东京电力公司多个前高层 需要向公司一共赔偿折合7000亿港元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同海啸 触发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出现事故 之后有东电股东日本 说东电五个前高层疏于采取对策 为公司造成巨额损失 要求他们赔偿给公司 东京法地方法院 星期三裁定其中四个人 包括前董事长和前社长有赔偿责任 需要一共赔偿公司折合之过7000亿港元 日本传媒报道说 今次是第一宗认定东电前高层责任的裁决 而赔偿额可能是日本国内民事造重中最高 东电实际上要收到赔偿可能极为困难 这里有点赔偿我们下 passes 前往最后公司 来自驱备 前台大阜中通知*** 那是美国上最健康